我们现在请马哥给我们来一个开始祷告 借着你自己的教导能够更好地来知道怎么样才能明白乐和记忆 更叫我们能够经历你自己身上的恩典 也知道我们在世上的这一切有多多少少 我们经历到这个岳后所经历的 祖祖就借过来帮助 叫我们生命和血腥 能够在认识祖的当中能够成长 微笑都会有时间 恭敬羊龙在恩典的手中 虽然这个天气炎热 但是你在这里给我们同大 叫我们平静他们的心 叫我们在这里够安心的学习 求主就这样的来保守 也这样的来祝福 奉请耶稣您自祈求 OK 好不好 OK 好就继续受苦 撒旦那个问题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岳伯爱神奇事无故的呢 这个问题 然后一连串的这个所谓的灾祸等等 就临到岳伯 但是那一个这个所谓的一连串灾祸临到岳伯 其实是要一个我们叫做testing 一个一个试验 用这个词啊 试验 试验 英文比较容易 就是一个 它不是试探 不是试探 是试验 这个是temptation 不一样的概念 我要拿这个 这是一个试验 什么叫试验 试验就是说 看你是不是真的 叫试验 是不是假货 你们去买珍珠的时候 要很小心 因为有真珍珠还有假珍珠 你不能说因为它价钱很高 就是真珍珠 因为骗你的人总是把价钱弄高 才骗得到 所以 但是你怎么知道珍珠是真是假的呢 比如说你去旅行啊 搞到中国 特别中国很愿意买珍珠嘛 你怎么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找太太太 太太来了 太太你怎么决定 太太喜欢就是这个 这个 这叫做感情用事 有没有一个 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 一个 test 真珍珠 你们要去问那些专家 以前有一个 有一个卖珠宝的一个姐妹 跟我说 他说 你要知道真珍珠呢 跟假珍珠 其中一个 你 当然你用显微镜看得出来 但是我们都没有 你不能带着显微镜到市场买嘛 其中一个就是 你用这个珍珠刷在牙上 你用这个牙齿 直接擦牙齿 不要吃下去了 你就刷 是滑的好 还是粗的好 粗的好 所以 如果你很滑的 那是假的 如果有沙的那种是真的 所以意思说 他有一个办法 我只是这样跟你讲 不要相信我的话 你买到假珍珠 你太太来骂我就麻烦了 OK 这是他讲 OK 那岳伯 完全正直 敬畏神 远离二世嘛 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明白吗 在哪里啊 那撒旦的认为是说 因为你 你死他那么好 我们心中想 的确如果上帝你一直祝福我 我赚钱 我就赚很多钱 那个要日薪就比较简单嘛 要跟随主没有问题嘛 对不对 对不对 耶稣说 刘兆平 你要舍下一切 来跟从我 那个很难喔 如果他说 你如果跟从我 每天加薪五块 那个容易喔 我就当然爱主嘛 所以撒旦这个 这个question really 重要 而且我觉得 我觉得真的是 对我们的信仰一个考验 他也不是crazy啊 撒旦 当然 后来 神说好吧 所以就把他所有的东西拿掉 拿掉之后 你读 悦不记得说 撒旦就不回来了 所以这个人也蛮麻烦搞乱了 然后就不见 所以从第三章开始 我们就看见 剩下两个事情 当然是悦不得受苦 one left 就是悦不得受苦 所以我们花点时间去谈论他 受苦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你受苦经历是一种经历 还有另外一个经历就是说 我经历 但是I want to understand 这个问题 even more difficult 所以以后你在这个 所有受苦的人 你发觉 两个事情对他们很难 一个就是哎呀痛得半死 这个所谓的那个pain suffering loss这些 第二个他要为 要个交代嘛 这个就很漫长 没有这个closure 人好像不rest in peace 所以我们现在进入两个范围 一个就是说 岳伯那种亲身受苦的经历 不是真的 是真的 不是好像一些人说 这是一个戏剧 really 因为它reflect了我们所有人类 都可能面对的遭遇 我们不一定会遭遇越薄 这样的遭遇 但是我们会承受某一个层面等等的遭遇 都可能发生 第二个就是怎么明白这个受苦的问题 那我们的角度是有神的角度 不是那种一般无神人的角度 他探讨 那么不是一些所谓non christian的一些 我们是有神的角度 这个问题还是要想的 这个也是很真实的 这个也是很真实的 所以我不能跟你说 我们做基督徒是没有苦难的 我会跟你说 我们做基督徒 一样可以遭遇苦难 no more no less 跟任何人都一样 但是他们怎么面对 跟我们怎么面对 是完全不一样 这是我肯定 怎么看这个事情 好在第五部里头 我们就谈这个 另外一个我要强调一下 就是说 你在第一章第二章 我们读越薄记的人 知不知道为什么越薄受苦 知道吗 你读越薄记 知不知道越薄为什么受苦 原因是 撒旦 越薄还有他的朋友 跟所有世上的人 知不知道越薄为什么受苦 不知道 所以你要知道 你读越薄记 要从这个角度了解越薄 他不知道 他朋友也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但是我们看圣经知道 所以我们的角度 跟他们的角度不一样 所以你不要在后面 再暗示 哎呀 撒旦试探你啊 这样 没有用 他们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 所以他们在讨论的时候 他们基本上 不知道天上的 所以第一章第二章 是讲到天上的 所以意思是说 在天上的事情 我们不知道 但是圣经让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读越薄记的人 已经有个bias 这个bias是什么 我们已经知道 但是他们不知道 到越薄最后也不知道 他永远不知道 为什么受苦 所以这个也教我们一个很大的功课 就是说 如果有一天我们受苦 大概我们不会知道为什么自己受苦 大概不会知道 大概不会知道 但是受苦的人都要问 为什么 但是大概不会知道 这个是很interesting的一个 好 第五步呢 我们就谈谈越薄受苦的问题 所以大家都知道 是越薄受苦 但是受什么苦呢 其中一个就是从这个 越薄提的 越薄记提到很多 关于这个terms 一些词汇 还有词句的表达 从他的用词等等 我们就可以分析 他对苦难的一些理解 还有他的感受 那不管你越薄怎么描写 我们都不太能够跟他同感 有些痛苦是不能share的 我头痛 你怎么跟我share 对不对 我说我扁头痛痛的半死 你看看你样子还不错 因为人有些东西只有personal 人家不能share 比如说他的儿子死了 我们怎么share他的pain share不到的 所以我一学一个功课 就是说 不要talk too much 在受苦的人面前 不要讲太多 你都讲错话的 你讲痛也错 不痛也错 看起来还不错也错 所以我做牧师久了 其中一个就是地中点面suffer 我就 像乐播的朋友 就陪他三天单夜不要讲话 这个就是一个good strategy 就是安慰人的strategy 好 我们再谈 好 比如说他用的词汇 我们只能用他的词汇 一个就是关于苦难的问题 六十四页 他其中 这边用的中文字都是和赫本的翻译 但是我把希伯来文也写出来 因为他用的不同的希伯来字 泛滥 泛滥这个字 阿玛这个字 是 约伯常用这个字来讲到受苦 这个字含有意见问题 灾祸 受苦 受伤受打击 充满仇烦 这个字本身就隐含 如果你说 我都有这些情况 那就表示你在某一个程度的suffering 有没有 弟兄姐妹 也没有问题 也没有灾祸 也没有受伤 受打击 充满仇烦的感觉有没有 没有啊 我有啊 我都没有问题 现在 有的 有时候你觉得没事 就是差不多在没有犯难的情况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那你记得有一句话你们也很熟的 是以立法讲的 六十五页 中间那边有一段经文 五章 他说 过犯缘 不是从土中生出 泛难 看到吗 看到吗 泛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 人生在世 必于 泛难 他就是以立法就讲这个 一定会碰到问题 没有问题 不正常的 好 第二个字 六十六月 愁苦 MAR 这个字 你用这个MAR 土心啊 MAR是土心吗 这个字帮你记一个希伯来字 一想到土心就是 啊 就是 愁苦 愁苦心 OK 愁苦心 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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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愁苦就是 就是很苦那种样子 我也讲不出来 就是很苦就是 所以岳伯称自己为心中愁苦的人 MAR NARFESH NARFESH这个字通常可以指灵魂 我们放在灵魂 或者我的灵里 所以一个人愁苦是deep inside 他的life 他的heart里头 所以愁苦不只是一个头脑的愁苦 也不是肉体的痛 而是就在人里面那种苦 这是一个字 好 另外一个字67页叫做 懊恼 懊恼 懊恼呢 这个KAR ABS 这个字 含有忧伤痛苦的意思 懊恼 和河本有时候翻成这个烦恼 但是我觉得 烦恼可能是我们中文讲烦恼是烦恼啊 要来上课啦 很烦恼啦 孩子 要去 不是这一类的 这里是 是比较 trouble的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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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况 所以我觉得这个烦恼好像不够强 所以我把它把它放成懊恼 OK 六十半夜还有一个字叫做KARP 痛苦 就是三个朋友来 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 一个人也不向他说话 因为 岳伯极其痛苦 就是这一个字来描写 所以这个痛苦是从他三个朋友看他的样子 就可以看见岳伯是非常的痛苦 你们有没有经历 就是说看到一些人非常痛苦 有没有 是什么情况 佩霞 佩霞 还是佩霞 什么情况 痛苦 他遭遇什么事情 一定很大的遭遇 OK 痛苦 你看这个六十九月 中间 除了采用痛苦 KARP这个词汇之外 岳伯也采用另一个字词来描写受苦 所以受苦有很多字来表达 每个字都可以说明一些 他说 我因没有违 违去那圣者的言语 就仍以此为安慰 在不窒息的痛苦 这边也用痛苦 但是西伯来文是不一样的 叫做Hila这个字 不是KARP 所以河本好像没有字来翻 就只能够用痛苦 痛苦 你看中文就以为它一样 其实它两个字 KARP是一个痛苦的描写 但是Hila这个字就更厉害 因为这个痛苦Hila这个字 通常用在妇女男产的语境中 你们知道妇女男产吗 那痛不痛 这个生产就很痛嘛 那男产是痛中自痛 所以先知常常用这种 这个最痛苦 就是说如果你说 人经历里头最痛的痛 就是难产之痛嘛 难产 痛不痛 弟兄不要点头了 你没有痛过你也不知道 有些弟兄痛痛痛痛 弟兄不懂 所以有时候生产的时候 最好把丈夫拉进去 让他看一下妻子生孩子 是那么痛 所以他通常 他就比较明白这个生孩子很难的 以前我有一个朋友 他太太生孩子 他就在看着他生产过程 他好紧张喔 我看好像他比他太太更痛 儿子生出来好高兴 出来打电话报戏 人家问他 你好不好 他说感谢主父子平安 所以请丈夫进去有帮助 所以Hila这个字 就是描写月博 所以有时候我们从用词词会表达 可以想象 所以月博记几乎把希伯来文痛苦的字 全部都用完了 你在诗篇等等都不常看到 这么大量的一些字 用在一个一个人的身上 所以可以想象 所谓受苦 那另外一个就是害怕 慈慧五 害怕 所以一个人受苦的时候 其中一个就是 fear 怕 害怕 OK 这个七十一 我这边简单讲一下 还有很多材料 第七个第六个字叫做 极难 sar 这个是sar 非典啊 sar 那就是说帮你记住了 mar就是 愁苦 sar就是 极难 其他的你要去背 希伯来字 极难就是 困苦忧伤 至此还有狭窄月术之意 只生活在极狭窄的空间 非常压抑 所以一个人受苦的时候 他的心灵感觉到 他被困住了 not free 你明白吗 没有苦那时候我们很free 说来上课就来了 受苦的时候 你到来上月朴去 就是 人就觉得 这个非常被 约束 不释放 被捆绑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有啊 怕 被约束 心灵不喜乐 快乐不起来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描写 那第七个字 第七个字在七十二页叫做 搅扰 Rosgetz Rogetz 这个字 这个字 搅扰就是说 很不安 很不安宁 就是 就是很不安宁 那这些字七个 我只是列出七个 这个是最主要的 大部分都给我找出来了 所以我要写这个月朴记 也不好写的 因为我要 把所有这些都找出来 这个书找不到的 就是很多是我自己研究 给你 你看这么简单 很简单弄给你 但是我会花了好几天去找出这些东西 所以 你才十五块包的 头脑都买过去 而且也给弄得那么simple 给你去了解 我花好多时间去analyze 这些字的用法 有给它下定义很准确 所以把它列出来 所以很好用 你要去花时间 那这些字呢 不全部是月朴自己用来描写自己 有时候是他的朋友 比如说害怕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以利法说 二人 我看下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翻到七十一页 最后一行 最后一行 以利法认为二人多有疾难 所以以利法就是 当他看月朴 要解释月朴受苦的问题 所以他们就用各种的 一种我叫做 inductive method 归纳法 还有一种是 是这个 演绎法 所以他才容易 他们都从 人基本上从 两个思想 一个就是归纳 一个就是演绎 一个assume 你有这个问题 那个就是 看看你这样 结果我会答到这个答案 所以他们 比如说 以利法说 他说 急难困苦 叫他害怕 而且是 他说 二人 二人就是有急难 有困苦 所以有害怕 所以意思说 以利法认为说 你看 如果二人 你越不越害怕 因为你是二人 或者是 二人一定有这个害怕 所以他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所以这是人的思想形态 所以在研读 岳伯记 三个朋友跟他讨论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学习 怎么跟人家讲话 怎么talk to sufferer 怎么对那种受苦者 但是我们一般人 很容易make judgment 你明白吗 很容易下判断 所以我们看 看的过程里头 我们也可以学习 等下我们再谈他们 OK 好 然后你翻到七十三页 是岳伯的受苦 在入体上的状况 这边 他有十个问题 十个问题 这个其实这个是我从一本书找到的 不错 不全部是他的一部分是我的 比如说皮肤长虫 人家说你怎么受苦啊 皮肤长虫的 古代没有皮肤医生 还有身心战争 他说我每逢思想心就金黄 回身发抖 还有皮肤发黑 脸色发紫 心烦不安 还有很难睡觉 你们有没有睡不着的痛苦 睡不着很痛苦的 你不是一个晚上 而且是旁起 是suff很痛苦 每次我到亚洲事奉 回来 那个check leg 头几天都是睡睡睡 很难睡着 那个也是很累的 所以常做噩梦 以前是做美梦的 现在做噩梦 因为他每次以前想到 将来我怎么样 记得吗 那个二世九段讲到 你再来 我能够死在自己的家中 这是美梦 死在家中是美梦来的 不是噩梦 然后现在常做噩梦 口发噩臭 为什么会口发噩臭 因为你身体不健康 其中一个最容易就是你的那个口腔 还有你这个发臭 然后骨瘦如柴 我们不知道他以前 体重是怎么样的 现在是 相信以前一定是 壮一点胖一点 现在是很瘦 全身吃痛 你们有没有痛 身体痛的感觉 没有啊 有些人有 这边痛那边痛 还有神经痛 等等这些 很痛的 我去年 这边有一根神经给那个 压住了 哇 那个脊椎骨这边压住了 哇 痛到我半死 而且我还要到马来西亚讲道 那时候是讲诗篇 那时候我最喜欢讲的就是 哀歌诗篇 痛到半死 痛 哇 真的很痛 但是还是讲的 真的很痛 这是另外一个 他在去十四 意思是说我把这些 跟你描写 你可以想象一般所谓 所谓这个 受苦的经历 还有一个是social的 社会性的 是第三点 就是他的亲戚朋友 全部都远离他 你还记得二十九章吗 也不一进城人家都 站起来尊敬他的 拿椅子给你坐 还捣水给你喝 等等 听你讲话 也希望你多讲一点 你对我们很有帮助 是我们大家仰望的对象 你现在他 突然间你发现全部人reverse 那在哪里找到呢 在十九章 所以这个材料在十九章 可以找到十九章 我都把它放在这本书里头 你看那个七十五月 不是一个图画吗 因为不得苦呢 像不像 我的画家很imaginative的 这个画家很会想象的 而且他不懂看中文的 我说我在这边要画这样的画 他就跟我画的一模一样 而且他很容易配在我的概念 神学概念里头 所以这些画都是theological picture 不是神学性 看到吗 有虫啊 有长虫 那他在二十六章里头呢 你发觉他的朋友 真的是远离他 你翻到七十六月 七十六月这边 在十三节到十九节 他描写 就是 就是越不受苦 就是以后 以后呢 你发觉这个摘获林道以后 不知道多长时间 慢慢的 你发觉 整个 他以前那个social contact 就开始break down 以前叫欢迎你来教会了 现在他一来教会 每个人我们都 怎么到就走开了 就整个social contact